好今天我们依旧需要来玩瓷砖 可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已经把这个作品的面积无限在放大 已经加到一个最大值 让大家可以好好的欣赏一下 瓷砖画作是怎么成型的 那今天呢其实它除了我觉得远观 我们这样把它架起来 你会觉得说这应该是一个漂亮的画吧 但老师说其实有时候艺术你还是要让它回归生活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隔热店 老师说像这样你做好的一个隔热店 你真的是可以放在厨房当锅具的垫子做使用 所以不只是兼具美观还有兼具实用性 我们欢迎我们今天手作达人小芳老师 有你早安 大家早安 小芳老师刚才就说了 其实这个垫真的是放在它的工作室里面做使用的 今天要教大家你自己买回来一个木头 如果你想要让它当作不一样的隔热垫使用 你就可以在上面帮它加工一下 那今天老师说又要来玩瓷砖咯 我们要介绍今天材料 好的 今天要来介绍马赛克拼贴 那其实我觉得就像永云说了 我们所有的东西其实应该要生活化 那冬天越来越来越大家都想吃火锅嘛 一定隔热店的量 因为我们家真的是隔热店非常多 因为随时都用得上 好那介绍一下今天的素材 那这第一块就是我在五金行买到的一个木板 才80块真的很好用 我一看到就买了 而且它也没上期就都处理好 还有木片的那个像你那一块 它还有木皮还有树皮在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边边 这真的是石木去裁剪 才会有像这样的木纹 我就是真的在一般的五金行买到 所以我就觉得很棒 现在我们买材料很方便 好那我们用捏镯机是白胶 那一样是用石英马赛克 那这是石英马赛克的原型 我等一下稍微介绍一下 那在填缝的时候 我们会用填缝泥 容器 海绵 那会用棉洗块 汤匙 那今天会教大家 怎么裁剪马赛克磁砖 所以会用马赛克剪 剪 抹布 还有一个一桶水 好那我们材料都已经介绍完了 我们接下来请小方老师开始动手 要做磁砖拼贴 OK 好 那首先呢 我先来讲一下石英马赛克 因为大家去 其实你们就是去建材行 像这个我也是跟建材行订的 那他们就是一材 那给大家看一下样子 要一材就是30公分建方 它就是它下面有网材 那我们要用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它扒开 它就是用黏薄薄的胶 对 那因为我有时候进我的量很大 我就给我散力 就不要帮我黏了 因为我还有材 所以我跟建材行拿 就是一袋一袋这样 好 那这是想说给大家看一下 所以这是买得到的材料 可是买不到 那它会有色砍 可以选你要的颜色 好 那今天就是一样介绍 这个石英马赛克 那我用的是两种尺寸 然后这个是剪过的半成品 那等一下跟大家介绍 那首先我们就先用 小尺寸的石英马赛克 那我今天大概就是用 蓝色系的方式 先帮它包一个围墙 好 那用白胶的方式一样 我们就是挤 挤一块放着 然后抹布放在旁边 这个把它拿开 好 我们放旁边 大拇指就顶着这个边边 好 那贴的时候呢 其实我是觉得不用选色 你就是 随机 对 随机 因为它就是一个色系 所以你不要 隔壁的颜色一样就好了 那我就大拇指顶着 好 那这个缝隙 跟平常我们贴正方形不一样 因为正方形的缝隙 它会是狭长的长方形 可是今天是有点弧度 所以它的缝隙是很细的三角形 你只要掌握这个缝隙的部分 基本上作品就会 大致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然后其实这有一点点不规则型 好 好 我们很快速地把这个边贴起来 好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小朋友在做的时候啊 你从原本比较四四方方的形状 比较好贴 你要开始进阶了 你要进阶到可能是椭圆形 不规则的形状 你要开始贴的时候要注意说 会势必须会有缝隙出现 对 但是小朋友怎么拿捏 还有微调这个缝隙 就是一门学问 对 我们刚刚讲到一个重点 好 马赛克的重点其实就是 缝隙的均匀 它尤其弧度比较大的时候 你会发现缝隙更大 这个三角形跟这三角形 没错 所以有时候小朋友他会 他们的思路会贴成直线 对 有时候是弧度的东西 他们会贴成直线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要让孩子是我的眼睛看到 我的手要做得到 其实他就是一个 手眼协调的一个动作的练习 有时候他不这么确定 可是你就说你就要练习 依照这个边缘线来贴 小朋友可能他没有办法就是 微调微调磁砖 让他有这样的一个弧度 他可能就是真的像老师说的 我就是完全MISS的 把它密合起来 贴成一个直线 但是呢我觉得最难的地方就是 你真的要顺着我们本身呢 木板的形状还有弧度在走 我觉得最难的是这一点 小朋友你真的是要注意在旋转的时候呢 特别磁砖在贴的时候 你的间距要等大 不要说哦 这边缝隙好大哦 啊完了这边缝隙又太小 会出现一个落差 啊这样出来的作品呢 可能就会有一点怪奇 所以老师在贴的时候 其实他尽量都是把我们的缝隙呢 掌握到最小最小 然后都是比较等距一点的 对 那再来就聊一下缝隙的部分 其实一颗砖 如果它是一公分的话 它的缝隙其实就是 不要超过它的三分之一 对 所以如果说你的缝隙太大的话 你就会不知道什么是主角 什么时候是配角 那再来缝隙过大的话 你在做填缝的话 也不是这么好处理 对 好 还有大家你看我在贴的时候 我虽然有缝隙 但是你们发现我这个角 我这个砖的角 其实都是连在一起的 对 所以你只要掌握 你上面那个角是顶住 但是如果说是 它是一个比较长的弧度 那我们就是 有可能它还是贴成长方形 可是转弯是三角形的话 你就掌握它的 砖跟砖上面的角 我都跟小朋友说 你要手牵手 黏起来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不会跑掉 你不要让它们保持距离 要让它们还需要 有一定的黏着度 对 手牵手黏一下 好 那如果说像我刚刚这个砖 不小心碰到白胶 其实没有关系 赶快把它拿起来 它干了就变成透明的 OK刚好 这样完成 一圈 对 一圈就完成 那你就稍微看一下 看一下均不均匀 基本上你就是这个部分都接住 它贴起来就会蛮均匀的 这是第一个部分 好 那再来第二个部分 我是要来设计中央的图案 因为全部都是蓝的 就是觉得有一点太平了 没有什么层次 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就换另外一个尺寸的 这个是比较大尺寸的马赛克 好 那我就看有什么颜色 那我们就一样就交错好了 那我们摆摆看看 它到底是需要多少块 摆起来比较和谐 好 OK 好 那这样可能九块是差不多的 好 那因为它这个粉红色 它有一点色差嘛 好 那就是三个粉红色的组合 这样 好 你要这样摆也可以 对不对 那我是想把它换个方向 斜斜的也可以 对 就是变成零形 好 OK 那这中间这边 我故意不留缝隙 我就把它当作是一个面积 我想说 有时候端汤 我中间让它稳一点 就很像自己营造出一块花砖 有时候其实马赛克 它好玩的是 它有非常非常多的变化 你可以用大片砖 也可以用花砖 也可以用小砖 再搭配检过的砖 所以它有无限的变化 好 好 那我们就中间这块就完成了 好 那我就把它拿开 那我就把它依序把它贴起来 那大颗的砖的话 相对的你的白胶的量 就要多一点 老师说 他现在比较喜欢用低饱和度的砖 使用砖它比较喜欢 可能颜色比较薄 低饱和不会那么亮 那当然小朋友可能会希望说 我想要用比较亮一点的 色系比较鲜明一点的 我要来做排列组合 所以其实也是看自己选择 对 马赛克它的可以用的素材 其实是真的是非常的多 对 而且其实现在就真的很进步 我们的建材 变化性也很高 它有很多不同的设计 那有时候我之前不是也用过玻璃啊 玻璃马赛克等等 有时候用迷你马赛克 它有很多的变化 反正白胶还没干之前 都可以移动 那旁边有溢出来的白胶都没关系 因为等一下都会被覆盖掉 好 那接下来呢 我就要来示范 怎么用马赛克剪刀 这是比较少在节目上介绍的 好来 先来介绍一下马赛克剪刀 这个是马赛克专用剪 这个叫圆头剪 大家看一下它是两个半圆形扣在一起 但是中间它有点缝隙 就是因为砖有一个厚度在 好 你可以选一块比较没有毛细孔的抹布 布 比较没有毛细孔的 像牛仔布就不错 因为有毛细孔的话 你砖剪掉它会有一点屑屑 就是怕卡在纤维里面 所以我那时候就 就是去永乐市场买这种 很密很密的布 所以这都可以很耐用 好 示范一下怎么剪 要讲一下一个原理 我们今天要利用杠杠原理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省我们的力气 你会发现它这个 把手的地方是凹进去 所以表示你的手 虎口是要封在后面 对对对 然后这中间的摇口 因为我今天是用拼图的方式来去拼出我后面的所有的部分 所以我要把 如果你全部用正方形贴 它是没有办法贴满的 所以我们就要开始让马赛克专有点变化 那基本让马赛克专变化的方式 我就是把它剪成二分之一的三角形 对剪 对对剪 然后你也可以搭配四分之一的三角形 就是有时候有一些转角 嘎嘎角的地方就搭配四分之一 就是有大小的三角形 好那我来示范怎么剪 所以你既然是三角形 所以你就要放在 摇口就是要咬在这个砖的正中间 好就握住 好其实是可以不用盖 但是介绍正确的 把它乱喷 对好就这样剪开 好就是一个很快 对再放 这是一个三角形 所以老师你说小朋友最喜欢的是这个 其实 因为石鹰砖真的没有那么硬 其实石鹰砖 其实像我都直接这样剪 也不会闪 就这样握住 因为我的力气够了 我的腕力够 然后我又借力实力 我的 你不要悬空嘛 你就用手的 然后就是在后面 后面让它悬空 好我是因为很熟悉了 好那有时候小朋友 他就研发他的剪法 因为我有时候 因为我做那个外枪 实在 没有他们是枪剪 反正小朋友很好玩 有时候他们的男生 他们就会研发很有趣的剪法 可是没关系 他只要可以剪得开就好 好 所以我也剪一些四分之一好了 因为有时候 转角的地方 比较不好用 所以有小颗砖 但是不要再剪更小哦 太小的话 其实也不好拼贴哦 对 因为你剪得更小 其实就会变成 砖会变得非常的琐碎 好 再贴这个时候要特别注意 有人呢 就是好像去符合 这个小缝隙 去把砖剪得很小 其实不是砖的问题 是不会贴的问题 有时候砖换个方向 就好了 会换另外一颗 那个就解决了 好 这个我就先放旁边 如果等一下需要 就可以搭配着使用 好 那接下来我就要来示范一下 怎么样贴这种 不规则面积的贴法 好 那贴这个 可能还是要一点时间 好来 就这样 你的砖就先 先就是先放在一个角度 好 好随性哦 它还是有一点逻辑哦 好 你在贴的时候 你就是尽量创造出一个90度的角度 就是这样慢慢把它拼出一个 一个面积出来 好 比如说像这边是不是就很瘦小 那我就稍微挪一下 因为我这刚贴嘛 就稍微挪一下 你就找一个 虾仓形的三角形进去 所以贴这个 为什么其实对老人小还很好 其实它在做空间感的列系 还有眼力跟手力 有时候一看 我就知道我这个砖 想要怎么 我就是这个角度的方向的砖 一下去就 那有时候小朋友说 老师你怎么怎么吃 怎么那么厉害 一拿就知道 我觉得是所有的东西 就是熟能生巧 你眼睛看 你就知道我要用 哪一个角度的砖进去 好 比如说这个太大 对不对 那我们就换另外一颗 换另外一颗 我觉得好玩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无限的做拼贴 跟尝试 也许你可以 没有办法把移植到位 但是我觉得好玩的是 你看我们这一副呢 作品上面 它其实呢 老师就是运用不一样的角度 都是三角形 可是感觉出来这个画面呢 其实就是很有氛围感 因为它的三角形 都会进行这样的旋转 而且颜色色调 还是有一些微的差距 它不是说 所有都是同一的蓝 它可能有一点偏绿 然后有点深蓝 浅蓝 去做这样的画面交错 所以出来的感觉呢 我觉得是很漂亮的 整个画面呢 你看 就真的很像一幅画作 那老师就说 有时候多方尝试嘛 你觉得这个角度 我塞不进去 我就换另外一个角度啊 或者是我换另外一块磁砖啊 旋转一个方向 我就可以把所有的缝隙呢 做到最小化 好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这个成品上面的感觉 好不同的三角形拼的画面 嗯很漂亮 那要来讲一个部分哦 好现在这个角度 有的小朋友会想把它拼进去 它会把它剪开了砖 但是它拼的时候 又把它拼成正方形 哦还是想要把它 对对对对 那这是一个忌讳 那你既然已经把它剪开 你就是要利用好为什么 我们其实专要剪成三角形 好我这边看一下好了 在这摸布上看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剪开的三角形啊 有的是等腰三角形 有的是正三角形 可是有的三角形是有长有短 对 因为三角形有三个边 所以为什么 就是让孩子练习转换角度 其实这个人生也蛮有关系的 有时候一个角度不行 那我是不是就换角度 好那孩子多换多换角度 你就发现 因为它处理事情的弹性会不太一样 所以我觉得做马赛克 其实我觉得真的还蛮多体会的 有一些小朋友可能就一直现觉得说 我已经剪成两个三角形 我又把它拼回来一个正方形的感觉 但老师说不用拿两个三角形 去硬拼成一个四边形 这样贴起来就 那你就贴正方形就好 没错 就多此一举嘛 我们其实还是要进行旋转 或者是把我们的三角形 稍微来做一个不一样的变换 这样出来的画面 我觉得才会有那种不一样的意境 你不要硬要拼得好像 我就是要规规矩矩 我就是要拼每一个四边形出来 那就太奇怪 好像这个 一样我虽然是两个同方向的三角形 但是因为它有大小 而且我又上下错开 所以它就不会有那种 在视觉上会很奇怪的感觉 那有时候你看 比如说这边的角度比较大 那我就去找一个 剪的时候 剪的没有那么理想 角度比较大的部分 我就把它贴上去 所以其实这个 你就是要去利用它的角度去找寻 它可以放的转 那实际上有时候不行就 就一直转 转一下你的 转的角度就可以了 把你的画面不断的在进行 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组合跟旋转 所以其实有时候小朋友在做的时候 就是一个脑力激荡的过程 你会发现说呢 有时候你一直先去做 这画面还不如你随意的去拼贴好看 所以就像老师说 你换个角度 你的画面呢 就会出现不一样的氛围 每一个小朋友的作品都不一样的 每一个都是独一如二的 对 那其实我知道很多小朋友喜欢做拼图 它其实是跟做拼图的概念是有一点点像的 有时候拼图它都是同色系 可能好几百片混在一起 对不对 那你就要去寻找它 其实这个 我都跟孩子说 这个有一点点像做拼图的感觉 有时候你就这块不行 你拼图势必就是要怎么样 你就要换另外一块 那有时候为什么要捡这个小颗的 实际上是因为真的有时候在转角 小颗是比较刚好的 对对对 所以就是有大有小 我们去做一点弹性的变化这样子 好 那我们就是依序这个动作呢 把这整个面呢 去把它做一个铺满 对把它完整 那因为它等干呢 也需要不少时间 因为这面积算 比较大 然后白胶的量也比较多 所以我觉得至少要硬干个半天到一天的时间 好 接下来田缝 我们来介绍一下田缝的材料 那其实田缝在马赛克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那田缝它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就是巩固我们的砖 以我们的说法就是巩固这个砍片 因为我们粘的时候只有下方粘住 可是田缝它就是把这个砖的周围都把它包覆起来 那第二个目的它是统合你作品的色调 好 因为有时候你的这个缝隙啊 其实它是会干扰你的画面 我们现在这个作品其实比较感觉不出来 如果我们是在做一个创作啊 一个花朵啊 或者是什么的 你后面的缝隙其实它的颜色会干扰作品 那田缝我们就是会用本色 就是灰色田缝 一田下去你的作品就被统合起来 所以这是田缝的目的 好 那我们现在示范一下田缝的过程 那我们用的就是田凤泥也就是水泥砂 我们就用这个汤匙 好 先弄一些 水量也是一点点加 那我用 搅拌的方式 对 慢慢搅 好 这样子稠稠的 可以流动 这样就OK 好 OK 那我们先填 好 那因为面积大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刮板 对 这个橡胶刮刀好 橡胶刮刀我就是先 就是同方向 我就是先 尽量把我周围可以 刮得进去的面积就先把它尽量刮 但是因为这个 其实这个面积其实说实在还是不是太大 所以橡胶刮刀它 还是没有很好用 但是它可以尽量在中间的部分 好 慢慢 好 慢慢把它刮进去 刚才老师特别有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其实呢 缝隙跟我们本身要用到的水泥沙的量是有关系的 就是说有时候缝隙太大 反而会造成作品好像有一种瑕疵感没有那么好看 对 其实我们在粘贴缝隙的时候有讲过 你的缝隙真的不要大过你这个砖的三分之一 所以有时候在填缝 其实因为有些人在做马赛克 其实它好像只是把马赛克砖放进去而已 其实它并不是真正在做马赛克 它还是有一个比例在的 好 来 差不多了 好 来 我要用手先把表面有些 因为那个 叫做什么 刚刚那个刮刀 它在边缘的部分其实还是没有办法处理 其实还是要靠我们的双手 手 对 双手是最好用的 这个过程应该是小朋友满喜欢的 对 因为可以用手 玩泥土的感觉 他们就是当作玩泥土 所以就是小朋友你就是让他抹一抹 那大人就帮他收尾一下 只是说一次给他一点点 就不要让他一下子手用到太多 其实就是好像掉的比 实际用的多 那父母就会收得有点辛苦 那我们就是着量给孩子使用 你记得侧边一定要把它填好 因为侧边其实也是有一些沟壑 如果你没有填的话 它边边 你会看起来就有点怪怪的 就是怎么用侧边看的时候 侧边就是还是有很 就会从那里脱落 对 那边就是一个大缝 就很容易脱落 所以有时候缝隙太大 你再收这个边就比较不好收 所以为什么 我说有时候缝隙其实 三分之一 对 尽量不要过大 好 OK 稍微一圈就差不多了 好 那我们尽量 就是把表面多余的甜缝泥 把它先用掉 不要太多 好 再来我们就是要来做擦拭的动作了 好 那我们会用到一个 海绵 海绵 那海绵在拧的时候你要把它拧干 好 在擦的时候同方向平的擦 擦一次就脏了对不对 那我们就是把脏水挤掉 好 嗯 光滑面去擦拭 对 不要用到绿色的面喔 一定要用光滑面 好 这样擦 好 那就表面就有一点干 就是开始慢慢干净的 但是因为它干了以后 它表面还是会浮一点 它叫水泥沙 表面还是会浮一点沙 所以我们就是再擦 好 因为接下来干净我就可以 不用一直挤水 我就是第二次干净以后 我就是挤一次 我就是可以把它整个擦完 好 不要忘记我们的侧边喔 那你的手碰到砖的地方 你会发现其实我们缝隙已经变成灰色 那老实说其实你真的要等到水泥沙 完全干可能也是起码一个小时起跳 它才会完全干才可以做使用 所以当我们已经把填充的部分做完之后 你还是要把它在阴凉的部分静置一个小时 它才可以完全可以做使用 面积大的话可能要半天 更久 对对对 好 现在看喔 有的比较早擦的部分 你有没有发现它浮一点 有 灰 对不对 再擦一次 对 就再擦 擦干净为止 对 就是擦干净为止 好 那就是重复这个动作 那有时候水真的太脏了 就请你去 洗一下 就是换 换个水 好 OK 好 那因为表面还没有很干 那我们就可以浮浮在这个地方 OK 好 这样今天作品就完成 这是小方老师今天要教大家做的瓷砖隔热店 而且每一次老师来都会带不一样的惊喜 因为瓷砖其实样式很多款式也不一样 有亮面霧面像这样低饱和度我觉得也很好看 那今天的隔热店大家可以在家里自己试着做做看 因为兼具实用性嘛 你就可以吃火锅的时候拿来垫在底下很方便吧 谢谢小方老师今天 谢谢詠盈 谢谢 好 今天老师来做客教大家全新的作品 也希望你在家可以试试看 那多多快乐学堂 我们下回再见咯 大家拜拜